Hello 大家好 我是MoMo 今天為大家煮馬蹄糕 首先當然是馬蹄 馬蹄的份量大約5-6粒 半條片糖 60g 冰糖 120g 馬蹄粉 首先準備馬蹄 洗了後批皮 切去 有一半會切碎 另一半會切片 即有兩種不同的口感 開粉漿 首先將120g 馬蹄粉放入 300ml 水 馬蹄粉看起來好像一塊塊 很大粒 給它一點時間 它就會溶化 所以不需要心急 慢慢攪 攪到它均勻 過一次篩 一定是亂滑 過篩 其實你都發覺不是很多渣 這樣可以的 我們現在開始煮 首先煮糖水 把所有糖放進去便可以了 一定要慢火 是慢慢煮的 有些人打開蓋煮 我就攪一陣 全部都煮好了 融完之後 我們就將三分之一的漿放進去 記得下漿之前就攪一下 讓它不要沉底 我現在都是用一個很小的火來攪 慢慢攪 你發覺它是漿糊狀的時候 就可以做撞漿的動作 撞漿就是用一個凍漿 放入一個盒子 一個鍋 然後將一些熱的糖水撞進去 隨即便攪拌 生熟漿的原理就是用熟漿的熱力 和這些生漿去攪拌 一邊攪拌 會見到一些透明的一塊塊 其實是開始熟 然後就可以加上馬蹄 用小火繼續攪拌 這個過程是要慢慢做的 搞到是甚麼狀態 我們就會停 其實就是要你感覺到 你的馬蹄不是全部沉底 有些是中間均勻 才會把它放進去模子裡 我這個模子就是一個可以用高溫來煮食的玻璃兜 水滾之後 隔水蒸 25分鐘就可以了 25分鐘之後 打開來看 其實已經變成透明了 你見到它 插一支筷子下去 不黏就已經完成了 接著就是攪拌它 用這個透明盆的好處就是 旁邊也見到 有一些大塊的馬蹄 有些細小的馬蹄 它們是平均分佈在膏上面 就不會全部沉底或浮面 我這個已經是雪了一晚 現在就脫毛 我用一支牙籤 割一割 之後就可以倒出來 我發覺用玻璃兜的好處就是 它不用塗油 也可以脫毛 下一步就給大家看看 它是不是很好削 我現在就這樣切 它是很細膩的 切出來 它仍然見到 馬蹄是平均分佈 接著就煎給大家看 下一點油 很簡單 都是容易結鑊 接著我用手拿著 它都不會軟滑滑的 沒花沒架 其實在自己做膏 最好是因為可以控制小糖 還有食材會比較好 今天分開到這裡 下次見 再聊 下次見去看 下次見 謝謝你 下次見 接下來 MV 帶給大家看 下一個層面 謝謝你 下次見